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三角看到吗 这个就是中角 这是现在后人 你们去看一些后代的书啊 他都会有一些名称 这块就叫中角 旁边对称就是藻 藻有钻 中甲里面石的那个是枣 圆的那个是钻 所以它是一个五丁时期的标准的钻掌 可惜睡了一半 你看有列文 你看这是圆来的 我想再造一个列文 我用打火剂来烧它 所以烧作一个焦焦的 所以原来是没有的 这是我经受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列文出来了 列文出来了 这个有历史 对这是列文 所以就是专找 专找完后再烧 烧完后就列文 列文就判断 判断然后再写字 这是古文 它里面是古文 骨头针的字很可能是假的 可是一般人是不知道骨头针 他们用骨头去化验 可是实际上很多是骨头针的 可是字是假的材料 这字是后人刻的 它用真的骨头去刻甲字 当然用真的价格去骗一些人 所以这种骨头是有价的 有价的 那这块是确定是为什么的 因为我剪 像刚刚那种我剪 我知道的 位置知道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看后面有钻草 这个是牛肩胛骨 那一块比较硬的那条 牛肩胛骨比较硬的那条 那时间就是这样子了 老人叫我讲一句话叫 千金难买心头号 你就越想它 这个就是我到了一个白货公司 那个老板送我的那块 原来是有一个玻璃的很漂亮的一个柜子 我说我通常不要 我就要那块 这块就是仿精华的地板 古丁兽的字写得不错 有水平的 有水平 所以原来刻的人 搞不好也会成为这种造假的行列 不要用第二个地方就换 这块是站在新的骨头上面刻 旧的字 而且经过处理 所以是制药水平 制药水平的字 蛮好玩 肥皂盒 这些才是重要的 长老半天 这个是外围 给你 不是给你 给你 你看 上面有个肝 肝脂 看到吗 这个一下子就蒙走了 这些都是我点点滴滴 点点滴滴的去回来的 你看 这还有个四 还有个四 你看 看到吗 看到吗 现在的骨头是不同的 重量完全不同的 这种字是已经远离了文献了 而也是我们了解整个中国文明 我们要掌握的 你看 这是什么 什么字 你看 有点粉 你看 每次看一次就少一点 看一次就少一点 粉也不多了 看到 泥牛 黑色的牛 看到吗 霧牛 这是一个霧 那个 那个 泥牛 你看 你看 这是个碎片 这是个碎片 看到吗 好了 这是这些吧 没什么好东西 啊 还有一支剑 嗯 那比起那种一板一板挖出来 当然我们差太远了 因为我们不是专门去挖的人 啊 我们不是专门去挖的人 啊 这个是 三千五百年 哈哈 你看 我一直拉到那边 有几十年 就拉到三千多年的 其中的一个碎片 啊 旁边有鑽着 旁边有鑽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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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鑽的资料呢 你看哦 它跟一般的普通鑽不同的 啊 黑漆漆的 它是其中的一种鑽种 啊 有鑽着可是 没有用 啊 所以鑽着是先 先做出来 有写字吗 这个没没字 没有字 这我在哪里买的呢 啊 上环摩洛街 古董市场买的 谢谢 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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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